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期我们见面了 很多朋友啊 就是现在咨询啊 我种植这个番茄的时候 那么这个肥料啊 一亩地啊 应该上多少斤合适呢 那么这期我们来聊一聊啊 在番茄这个食用上 到底呢应该 一亩地啊 建议使用多大的量啊 比较合适呢 现在是进入这个我要范儿 天气温度比较高了 所以说建议咱们朋友们呢 你就是从结果以后 食肥的次数呢增加 如果说你这个底肥啊 食用的比较多 那么你前期呢 你可以少量的食用啊 一亩地呢 基本上就是五斤啊 四斤 那么到这个逐渐开始挂挂 棚果这个时间段以后呢 咱们食肥量呢 就逐渐的增加了 你比如像我们这个 我们现在配置的都是 全元素的肥料 也就是说蛋铃甲 包括钙 铭 铭 等等 就是全部混到一块了啊 加了奥合剂 我们现在基本上在使用的时候啊 一亩地 五到六公斤吧 为了增加这个口感呢 我们会使用液体碳肥 一亩地呢 我们会使用到六十公斤啊 这样的一个量 同时呢 我们为了防止枣栓 我们还会配合这个三公斤 这样的一个害岛精 这是我们整体是非 这样的一个经验的一个介绍 我们下转发现这种工程 我还是要用到三公斤 看到六十公斤的肥料 下转发现伤 就在这种工程中